来到100个创业小故事 你本房是你的乞丐呢? 上帝见到凡间的乞丐每天很劲力吃食 可惜都找不到多少 上帝就决定改变你的乞丐的命运 化身成一个老人去点化它 上帝说 我想你过更好的生活 如果给你几千元,你会来做什么? 那我就可以买一部手机 打电话做销售,找工作找生意 上帝猜测 黑衣就继续说 那我就可以打电话 了解哪里多人就在哪里黑食 上帝又问 假如我给你几万元呢? 那我就可以买一部车 上帝想,买部Uber做司机接客? 那我就可以第一时间开车 去到哪里多人 第一个达到不是黑食多些 上帝很失望 忍不住再问 假如我给你几十亿呢? 那我就可以买整条尼敦道 最旺夺所有物业 上帝听到眼前一亮 他终于懂得投资了 黑色乞衣继续补充 那我就可以在我地头 赶走其他乞衣 就没有其他乞衣 和我抢生意和食 上帝听完后 无奈地走了 心想 他真的要过乞衣 永远都走不出去 注定这一生都做乞衣 故事带出什么理念? 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命局 这个故事听到好像很搞笑 但其实不知不觉 可能你和我 都曾经或者现在 是有个乞衣格 喂? 你有没有试过很多的机会 放在你面前 你都看不到 而是故步自封 被自己的乞衣格 封死了自己 我自己就起码试过两次 2001年前 我一直在投资人行工作 不错 身边有很多朋友出来搞.com 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创业 即使天下跌下来 一大够钱 我都只是会 存起来 继续在投资人行工作 希望直至退休 每天就上班 我从来也不会向上司 提出任何改善的意见 只会低头 继续做 跟大堆 每天就忙 早点下班 前后 今晚五年 完全是个乞衣格 无奈 2001年搞一恐怖袭击事件后 我就被裁员 被逼从纽约回到香港创业 就等于上下 突然收了一个乞衣兜 不让我乞食了 乞衣被逼破格转行 我2001年底 就回港创业 做生意中介经纪 business broker 靠中介茶餐厅补习社 就变成全港市场最多了 但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自己买店 即使2006年起 自己开始顶入生意 再转售 卖给创业者 全部店铺都是租的 前后就租了超过60间的店铺 直至2009年 某高人点醒小弟 他说 Iwan 你知道吗 麦当努发达 不是靠买汉堡包的 是靠买块地 建一间餐厅 找加盟者 买汉堡包交租 再买块地 建餐厅 找加盟者 买汉堡包交租 再买块地 建餐厅 找加盟者 再交租 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 再累积累积的时候 变成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地主 他说 Iwan 你既然有能力 租铺創立生意 转售给创业者 为什么你还要租铺这么傻 买了一间铺 好像麦当努那样 累积再累积呢 就是你这句话 晴天辟力 如梦错省 对啊 为什么我还要开几十间铺 全部同一时间交租 全部时间都是敌人 买了一间铺 令时间变成自己的朋友呢 之后我2009年决定 第一次入市买铺 推边推边再突变 变成今天全香港 买铺最多的商铺铺公司 回望 其实我起码两次都成副铺铺铺 一 就是为什么 不继续在投资行 到低头做事 早点下班 快点退休 二 就是为什么不继续 租多些铺 中介多些生意 收多些佣金呢 我明明 机会摆正在面前 那时候都看不到 两次都是要 被上帝点醒 才能破格 建立新消 新境界 你呢 现在是夫人 或者乞与格 当然做任何事情 都要量力而为 我不是说打工 或者租工不好 行行出状元 我是说不要被你日常的生活 重复再重复困死了自己 你要不断地问自己 比我上一级的人 他怎么想的呢 他每天在做什么呢 我怎么能够累积经验 或者资金后的时候 能够突破自己那格 破格 成为他呢 超越他呢 做老板的 可不可以做更高增值的产品 更大银马 做完工的 可不可以更加主动地提出意见 实践创业零公司的团队 赚更多水涨船谷 自然自己都得益的嘛 我深信 态度 决定高度 心态 决定境界 格局 决定命局 但问心 你和我有多经常 困在乞丐格里面呢